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时候我们来到Marchbrook 很多朋友都可能会说 我Marchbrook一家大小都会去旅行 去旅行那间屋是有防导系统的 但是如果离开了家居 去旅行那间屋被人爆洩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是不是感觉上就有个防导系统 但其实实际上没有什么帮助呢 因为很多人安装了自己的防导系统 都不是很了解那个防导系统的保护程度去到哪里 以为有了这些东西我安装了这些东西就很安全 其实原来那些测试又可以 切你屋外面的电话线进去 它可以踢你大门 在你倒数那段时间去破坏你的主机 这些都是测试上惯见到的东西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防导系统 一定有延期的时间 其实通常延期时间应该是多长呢 你说如果它趁用延期的时间是否应该没有延期比有延期好 是的可以做到没有延期 通常越短越好 但是短的时候你未必够时间去关门 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家的时候 你要它那么紧张它关门可能会跌倒 或者开关的机器 你离开门口又远的时候 你就不够时间去做这件事 譬如我拿着一袋二袋买送 我又要去按 那时候真的很麻烦 其实讲到延期的事情 一会儿可以再谈 但你说咳电话线 咳电话线 咳电话线是否最常见的方法 现在这两年是常见了 我们很多客人都加了无线报警系统 咳电话线的时候 台都一样收到讯号 我知道现在我们的防导系统 在外面是有一件东西 就是咳电那一件 不是 很容易咳电 那是电话线 屋外旁边有个胶盒 里面是电话线 有个电话公司的名字 它咳电话线的时候 咳电话线的时候 就没有了去台的途径 其实如果你装了那些无线报警系统 它不咳电话线好过咳电话 因为它咳电话线外面的时候 台已经即时收到 即是它未入屋之前 已经收到信号 再说多一点 无线的好处和它是怎样做的 它其实是用一个手来电话讯号 传到台台 代替了电话线 如果你的机器有任何一样东西 它都会触碰到铃铛 它就会传信号到台台 换句话说 即使它咳电话线外面的电话线 它一剪的时候 你的机器的喇叭就会立即响 但它未入屋的时候 它由咳电话线再入屋 那段时间最快都要五分钟 即是四、五分钟去撞你的门 但在那段时间已经报警了 换句话说 它也短了很多时间 警察通常十分钟内都会到 即是做你们这一行都很细心 要想起一些时间 其实如果你说去到无线 听起来会不会无线很贵呢 其实无线现在都不贵 因为现在你只是给个按针 你已经有一个叫无线发射器 即是现在我托这个无线发射器 好 譬如说一下这个是怎样的 其实这个是Digital 即是现在等于是一个收射电话 这个是放在哪个 这个是放在一个收到信号的位置 通常是放在室内 里面有后备电 即使游戏见到这个口罩 他见到 他知道你这个是无线发射器 他想拔它出来 扔到地上也没用 因为等于收到电话 自己会报警 即是自己已经在传送信号出来 即是这个没有口罩 没有成功 是有口罩 有口罩在铃铛 但如果铃铛铛被拔掉 他便会立即报警 即使街上的电话线还未剪 他进屋 见到你这个东西 先拔掉它 拔掉它 拔掉它 也没用 因为它有后备电 在保护着 即使拿着走 都一样拔掉它 还可以跟着它 对 拔掉它 那台一定会知道 这个现在来说 是比较安全的方法 因为很多客人都以为 装了防导系统 其实这台是不会知道的 也有些公司尽量避免不说这件事 即是不说是剪电话线 这件事 怎样看呢 他说怕那些贊 会知道它会剪电话线 其实那些贊 其实是不笨的 大部份贊都会剪电话线 现在 变成电话线 要有一个保护 即是一剪电话线 等于廢了武功 廢了武功 如果你说我要装无线 但如果有些朋友 我真的想省一点 我不想要无线 有没有办法 是有线 但都可以不要被剪电话线 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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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家里已经不安装电话 我没有电话公司的服务 我只是用手的电话 家里每个人都有手的电话 每个人都用手的电话 可以用电脑 电脑有两个层 一个就像电脑线 但它可以剪电 一剪电脑就没有了 另一个就是 每秒钟送信到台 就是个个耳链 断秒的声讯 换句话说 电脑停止了 或者有人剪电脑的电脑 那条电脑 那条台都知道 因为它收不到信号 因为它断秒的声讯 会不会很贵 那个月费也是十多元 即是多 现在你给开台费 再加十多元 那个升级的计量 大约是二百多元 其实不是很贵 那其实就好些了 現在網絡很方便,手提電話一樣 手提電話訊號,網絡都可以 譬如我們去旅行,有什麼辦法? 去旅行,賊既然是切電話線入屋 接著是踢門入屋 看看有沒有方法 你可以叫你的電話公司 把電話線藏在地上 這是比較省錢的方法 但不是最安全的方法 因為電話線始終是沒有了的時候 台下收不到 即他要剪掉你也要先掘地 對,掘地才行 但不是每個區,不是每個屋都可以做到 要問他自己所屬的電話公司 去做這件事,看看多少錢 然後把電話線藏在地上 起碼在外面見不到,避免先剪掉 這是第一個錯誤 第二,你去旅行的時候 然後開啟,令到正門沒有延遲時間 即是延遲時間 怎樣開呢? 譬如每個用的機器都不同 可以叫你自己的房屋公司 問他,我想不愛延遲時間 怎樣做 你叫他 在自己的鍵盤上 按就可以了 可以開,可以不開 為何要這樣做呢? 譬如你去旅行 我現在去兩個星期 我便會開機,你可以有時間離開 但你沒有時間回家 因為這是不用錢的方法 你回來的時候,一開門你都會響 但你只是響一次 你給了錢給台服務 沒有所謂的,台叫我來 你把電話號碼 就當時機 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經常叫客士機 這個就是 起碼在你去旅行的時間 任何人一開正門 是立刻響 即是沒有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因為他可以在 開正門的四十多秒的時候 他便去基士文 把主機全部切開 任何人都可以 對,任何人都可以 這是一個不用錢的方法 你說,我想好一點的話 譬如有人來看房子 我不可以開門每次響 加一個遙控 加一個鑰匙扣遙控 一按它 他便在房子外面已經關機 你便開門進去 那便已經關門了 鑰匙扣遙控 對,鑰匙扣遙控 一按它便可以關機 進去 平時賊 說一些斯文P 他未必是踢門 有時我聽到一些個案 就是他按鐘後 沒有人在 有些接觸 如果他接觸 沒有人應 按幾次 他知道幾天都沒有人在家 其實我聽過你說 一些接觸 都可以遙控 是嗎 是的 現在有幾種 一種就是普通對講 看到樣子 避免你開正門 尤其是搬新屋 有很多銷售員 是來按鐘 你每次開門 他便看到屋內的東西 亦都不安全 因為你一開門 他推門便會進來 你不知道你是甚麼人 你只在接觸 跟他說話 第二個方法 譬如你沒有人在 他來按鐘 那些接觸 我有一張SD卡 他一按鐘 就等於跟自己拍一張照片 在機器裏面 你回來 你知道 誰來找過我 為甚麼每天都來找我 你都看到了 原來都留在機器裏面 你要把它吸出來的時候 就把SD卡 把電腦放在電腦 就可以把照片放在電腦 其實這個就是 他自己跟自己拍照 總之按門鐘一下 就幫他拍照 這個就是 給你回來才知道 另外一種就是 他一按門鐘 我沒有人接電腦 對 他就會傳到 我的通訊息 傳到你的手禮電話 你的手禮電話便會響 即是在街上 可能在香港 可能在街上 你只要跟他說話 好像在家裡這樣跟他說話 就是在電腦那裡出來的 對 直接傳到手禮電話 其實他在跟你說話 就是用手禮電話 對